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这期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影视圈的新闻 我为什么不说娱乐圈的新闻呢 别着急往下看 待会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为什么不用娱乐圈这个词 上期节目我做了一期关于王宝强 他的破茧之作八角龙钟 对于这部电影我是做了一个观后感 以及这部电影有哪些剧情 是王宝强他不敢拍的 我也从我的视角给说出来了 我认为那些节目做的还是不错 但是油管他没推荐 大家看完这期节目之后 可以去看一看我上一期 关于王宝强八角龙钟这部电影的解读 那咱们来进入正题 今天的主角是谁 是周润发 他是中国甚至整个华语世界 非常有成就的一位演员 我相信每一个观众心目中 都可能有他自己的周日发 有的是上海山的许文强 有的是赌神 有的是黄四郎 有的是英雄本色里面的小马哥 周润发拍过这么多电影 总会有你喜欢的角色 周润发这两天也算是上热搜了 一个是因为裸捐56亿港币的事情 还有一个就是他炮轰中国的言论审查 影视审查制度 具体的新闻咱们来了解一下 周润发本周出席了韩国釜山电影节 根据法新社等多家媒体报道 周润发在周四的一场记者会上表示 在中国大陆拍电影的时候 剧本必须送到多个政府部门 接受审查 他说呀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限制 电影人的处境很难 这都是他的原话 但其实来讲 我们也会尽力的创作 展现香港精神的电影 这是我们的目标 现在周润发他已经是68岁了 97前后 周润发的感受是十分强烈的 他说97年之后 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 我们不得不留意政府的指向 这很重要 否则很难筹到足够的资金拍电影 因为中国的市场如此庞大 所以我们试图找到某种办法解决 可以继续维持生计 这是周润发他的原话 那周润发此等言论 不就是在炮轰中国的言论审查制度吗 那周润发以后还要不要在大陆拍电影了 还要不要在大陆的影视圈混了 中国的相关部门会不会想尽办法去刁难周润发呢 我就在想周润发他为什么这么敢说 为什么这么敢说 我就稍微总结了几条 大家听听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首先第一个 周润发他是年龄大了 他今年多大 他今年是68岁了 中国那几句老话不是说吗 五十知天命 六十不惑 七十随心所欲而不欲归 那么周润发今年是68岁了 可以说周润发已经到了一个随心所欲而不欲归的这么一个年龄 他想说他就说他说的是事实 你想刁难我你也找不到一个非常好的理由 活到这么一把年纪了也无所谓什么得罪人不得罪人了 无所谓了 你爱咋咋地吧 就是第一个我年龄大了 我不怕了 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是周润发他没有儿女啊 周润发还有他的老婆陈慧莲啊 之前想要孩子 但是呢陈慧莲就是小产一次没有生出孩子 后来就没有生嘛 当然有网传说周润发还有一个私生女啊 在这里呢就不做评论了 因为没有了孩子就等于说没有了被别人可以拿捏的软肋 在这里啊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 也就是周润发说我不会跟他合作的演员成龙啊 成龙呢他的儿子就非常的不省心啊 吸毒干嘛的成龙这个当老爸的一天到晚跟着擦屁股 成龙的儿子如果说被拿捏了短处 那么成龙是不是也非常的难受啊 也是不是也要看别人脸色行事啊 所以对于周润发来说没有儿女你就拿捏不了我的软肋 周润发为什么这么敢说第三点 周润发他个人的人品绝对的没问题 说人品没问题 观众朋友们可以现场去搜索 去搜索周润发负面的新闻 不敢说绝对没有 但是非常非常非常少 可以说几乎是没有粉纹 找不到关于他不好的新闻 而且人也没什么架子 在香港脱着拖鞋 然后拎个塑料袋 跟一个普通人一样去逛街去购物啊 一点都没有架子 你看看现在的小鲜肉那些明星 那些流量明星 哎呀一出机场那些小粉丝们尖叫啊 架子又大呀 吴亦凡是怎么翻车的 还小爷吴亦凡 当时我看吴亦凡跟冯小刚拍的那个老炮 我心里我就在想 怎么现在的明星都那么娘啊 都这么女性化呀 你说他演技很好吗 演技不打地 架子还很大 所以后来就大翻车嘛 嫖娼啊 枪奸 不管是嫖娼还是枪奸 得治你 得弄你 个人人品有问题 就容易被别人捏住小辫子啊 那么周润发 没有 所以说呀 回应这期节目开头 我说我讲一个影视圈的人物 而不说娱乐圈 因为从我的角度来看问题 周润发他就不属于娱乐圈的人 他娱乐什么呀 他参加什么娱乐活动了 海天盛宴只对金迷 没搞吧 没有吧 你说什么曾志伟 王晶那一批人啊 他们是娱乐圈的人 但是周润发 他不在这个圈子里面娱乐 所以我就认为 他是一个非常有道德水准的演员 他是一个影视圈的 值得尊敬的演员 而不是娱乐圈的流量明星 这是我看周润发 这是第三个周润发 为什么敢说 真品没问题 没粉纹 不混娱乐圈 那第四个 周润发为什么这么敢说 那就是不靠大陆市场生存的 说简单一点 不差钱 他跟他老婆都做决定了 要把自己这56亿都捐出去 差钱吗 因为裸捐56亿还上热搜了 那周润发他怎么说的 他说的也很实在 他说不是我要捐 是我老婆决定的 我也不想捐 都是我辛苦赚的钱 其实说这话 他说的是很实在 也都能够理解 谁赚钱容易 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但是从这一段话里面 你就能够看得出来 周润发是十分尊敬 十分爱护他的老婆 他老婆做出的决定 OK捐就捐 只要你开心就好 只要你身体健康就好 人这一辈子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 钱是身外之物 看开了 不差钱 要说这个不差钱 我不知道有没有喜欢台杠的朋友会说 周润发也在大陆拍过一些电影 是啊 周润发是在大陆拍过一些影视作品 就看这最近20年吧 往前倒数20年 那些在大陆供应的电影 其实也是屈指可数了 你数一下啊 卧火苍龙啊 孔子 让子弹飞 建国大业 建党伟业 澳门主持人 这几部电影里边好像只有孔子 他是真正的主角 然后卧火苍龙呢 他是并列主角 里面还有杨子琼啊 还有张子怡啊 等等 跟江文拍的让子弹飞 这就是配角了啊 像建国大业 建党伟业啊 这就是跑龙套的了 我无所谓了 你们要高主旋律 要扩充演员阵容 要让这部电影的演员表 所有的一线明星的名字都给打上 那周润发也给面子也来了 并不是说周润发想去拍建国大业 建党伟业 而是说给个面子 咱不得罪人 咱去客串一下 演个袁世凯 是吧 澳门主持人在我看来 周润发在里面也不算是主角吧 所以说你看看周润发 这过去这一二十年拍的电影啊 要么是客串 要么是配角 或者说跑龙套也没关系啊 又不是一线的流量明星 我非得奔着钱去啊 这个钱给少了不干啊 这个排场小了也不干 无所谓啊 不是冲钱去的 就是说你大陆的电影市场 你是否下架我周润发的影视作品 我无求所谓 综上所述以上四点啊 我年龄大了 我无求所谓 得罪不得罪人 第二 我没有孩子 你也拿捏不了我的短处 第三 我也没有什么绯闻 可供你抓小辫子 第四 我也不靠你大陆市场生存 是吧 我到了釜山电影节 我说几句 这个中国的言论行杂制度 又怎么了 我又没有在中国说 我到了韩国说 可能也是被一些媒体夸大了 怎样怎样 那随便吧 你想怎样就怎样吧 这是我们看到的周润发 这一辈子也穷过 也风光过 也去好莱坞拍过 也回香港拍过 他这一生该看的风景都看的差不多了 赚钱赚的也够花了 到了这个年纪说几句真话 也无求所谓得罪人不得罪人 你中国的电影市场 你挨打打地 我无所谓 其实话题聊到这里 还有一个第五点 为什么周润发这么敢说 我是刚想起来的 有可能他跟那些影视圈的大佬关系不错 首先在香港记得承认 周润发跟向华强关系不错 那周润发在拍赌神的时候 向华强给他当配角 大家都看到了 向华强在香港的势力多大 向华强说风杀周星驰 那么周星驰他就很难受 虽然说周星驰他很有才华 但是他也是处处撤走 他拍的电影也是非常的少 我们能够看到出来周星驰他在拍功夫 拍少林足球 在拍长江七号的时候 你能够看到他的演员阵容 其实是受到香港影视圈的抵制的 不想跟周润驰玩 到处都说周润驰的坏话 向华强一句话能量就这么大 那周润发他跟向华强关系不错呀 那么不说香港说大陆 大陆影视圈谁能够说得上话 韩三平 你要是从这个地理的角度来看 一个是中国大陆 一个是香港 香港那跟中国整个大陆比起来 那就是一个弹丸之地 但是你要是以影视行业来化解 那么香港电影 它就是一个非常庞大成熟的产业链 那么跟中国的内影 那就是平分秋色了 当然了很多时候 香港的电影需要跑到内地去取景 因为香港它毕竟地理的位置就这么大 香港影视圈向华强很有分量 那么大陆影视圈娱乐圈 谁有分量 韩三平有分量 你去看任何一部 中国大陆这几年的电影 特别是出名的电影 你打开最先映入眼帘的是 出品人韩三平 那在这里我也相信 周润发跟韩三平的关系 处得也不错 可能这句话传到韩三平的耳朵里面 韩三平也就是淡淡一笑 人家说的是实话嘛 咱们不要上纲上线去搞事情了 又没有当着我的面说 也没有指面照性的不给我面子 所以对于周润发来说 说就说了 爱咋咋地 这就是今天的节目 咱们来聊一聊周润发 如果时间充裕的朋友 也可以把我上一期节目 关于王宝强八角龙钟的这一部影评 也可以再看一看 虽然不像那些说电影的频道 有丰富的画面 但是那期节目 有我很多跟别人不一样的观点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这期节目就先说这么多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收看